為了遏制改造槍枝犯案 行政院從五號開始 列管低動能遊戲槍 跟相關的零件進口 政策一出就引發相關業者反彈 擔心衝擊產業 內地部長徐國庸表示說 只管制進口對出口無影響 但是玩具槍協會是認為 政府這樣的做法 沒有從根本解決問題 超越方瞄準射擊生存遊戲愛好者 仍守一把玩具槍 享受用槍的刺激與快感 就怕玩具槍被有心人改造 成了強大殺傷力武器 行政院祭出新規定 從進口源頭下手 列管低動能遊戲槍 及相關領件 我們都有跟業者 來做相關的協調 溝通開會 所以這一點 我想不會有問題 另外我們最主要 我們玩具槍業者 很多都是出口的 這個出口不會有任何的影響 包括彈簧槍 空氣槍瓦斯槍等 敵動能金屬遊戲槍 與相關零件的輸入 將納管 因為政府就擔心改造 槍支氾濫 危害社會治安 而內政部長徐國庸強調 只有管制國外輸入 國內玩具槍業者生產出口 沒有影響 但政策已出 仍引起部分反彈 更早批治標不治本 一把槍如果沒子彈 它就是一塊鐵嘛 對不對 那如果有一百把槍 只有一顆子彈 那它也只能打一發嘛 所以子彈其實比槍 這個事情危害性更重要 業者認為遊戲槍被改造 用來犯案 只是少數 預期針對槍支控管 不如管制子彈 他們也擔憂 萬一國內再發生重大槍擊案 政府又拿遊戲槍開刀 到時不止管進口 就怕要出口也困難重重 記者傳承成為台北報導 自須 我 谢谢大家